8岁女童周天瑜2020年5月于玛丽医院接受手术期间 因医疗事故而令女儿变成植物人 上月底持续限低血压 心跳减慢 过去一星期未见好转 但情稳定 天瑜爸爸今天10日更新社交网站 只有不少上评论都叫他放手 让天瑜舒服地离去 他解释 鱼的生死去留从来都不是他们做父母的去做 一切都是医生按病人的最佳利益去做决定 只不能够说因为我不想他再受苦 然后我就去做什么决定或动作来提前结束他的生命 更反驳 女儿并未时已跟医生达成共悉 决定在危急关 不为天瑜抢救 天瑜爸爸提到 有往明年论部分 于好意和心痛天瑜 指摘他不肯放手 是为了利 女儿博取同情和得到更多资源的言论 他直言 些言论完全出于良宝和无知 更直斥网络欺凌 恶可恨 指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 对于其他情绪 患者来说 可能就是压死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星岛申诉王推出全新项目区区有申诉 并 设我要赞取栏目 县城邀市民投稿赞扬身边好 好事 共建更有爱社区 立即我要赞取星岛头条APP 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